-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傀儡,我是哈利 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像是Iridium这些产品就是它主要是一个PREAM的模拟 就是像我们之前讲音像的那一集 请点上币连结说你没看过的话 像Iridium或者是可能像一些牌子叫MORE它的很多前级系列 其实它主要都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前级 像其实前级模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说我可以进到前面当破音 或者直接进到它的POWERAMP把它当做真的音像像前级一样来用 所以像PREAM的游戏基本上它都是模仿经典的音箱 像PV5150 Fender PREAM的游戏现在大部分还会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它有个CAPSIM CAPSIM简单来说就是模拟这样的喇叭 那如果我们没有CAPSIM或是什么声音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吉他声音的range那么大 可是我们其实箱体它会把它的range限制在这边 这就是我们听习惯吉他的声音 所以说当你没有箱体模拟的时候他的声音没有被限制住 所以他只有第一中高频就出外喷 对就会造成你的声音很杂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叫做RAIDAR RAIDAR RAIDAR它就是一个专门针对音箱模拟使用的产品就是箱体模拟 好那我们现在来听听看如果我们CAPSIM打开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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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se 好 好 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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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就正常 聽起來就很像我們奇怪的吉他聲音 相提模擬的這種器材裡面 其實我們會看到像我們現在有412 如果把它切到 小眼1x8好了 越小尺寸當然低頻能夠發揮的 就越少 當然就是如果說你的音像類型 可能就瓦數就小一點 那 power沒這麼大的情況下當然可能 喇叭單音小一點的話他的 clean tone會比較細緻一點 因為其實8吋在貝斯反而是一個蠻常用的 對對對 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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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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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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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個亮的感覺 然後還有那個中頻 我覺得反而中頻上 因為地頻少了 脆脆的一些聲音 那其實還有另外音響很大的 就是這個 麥克風 麥克風其實差別是超級大 像我們SM57 這麥克風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拍影片的 真的音響是用SM57 它算是一個真的很經典的麥克風 標準 所以現在是在SM57 好我們現在U47 其實U47其實以價位來說超越SM57很多 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等級產品 SM57其實真正的賣點 就是說它平易近人 然後其實聲音又近一點 通用 好我們試試看 忽然價位標高很多的 哈哈哈哈 過去我們做這些音箱啊 效果之間最大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收音 就收音的問題就是說 空間嘛 對空間 收音其實需要很像我們剛剛講 麥克風的位置白放 然後其實像音箱後面也沒有開 我怎麼放著靠牆 這些然後整個房間的回音這些 它都是一個蠻複雜的收音工程 它其實都是很專業錄音室 可是像現在數位時代 他們解決的問題就是讓 樂手可以在電腦前面做出一樣的影射 這麼重點是入門門檻啊 嗯 然後 其實 東西小不見的時候它就是不專業 你買到這樣的東西 你可能 你可能只花了一 你就算只有花它50%的功能性 它其實就已經很夠用了 對 你如果把它發揮到百分之百 它絕對是可以做很專業的東西 嗯 好的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或你有什麼推薦的產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謝謝大家 掰掰